天色日就是上天一年 差不多有五六天 给人民有一个忏悔的机会的日子 所以在天色日这一天 大家可以用所得 就是说你没的东西你就不要带回家 就尽量送给有用的人 这就是一种故事 那天色日这一天 你可以像你所长期的庙宇 比较有接近 不要守进球员 就是比较有长期的庙宇 去那边向神明引导 说啊 忏悔说 我今上半年来过去种种不适 或许是有缘以上的 对朋友的不见不礼貌 或是为人处事不够正气 你就诚心忏悔 那再来就喉心立愿 说我下半年我一定会好好做人 人想即使不会去得罪人 尽量忏悔 也赚我应该赚的钱 况且如果酒病不易 求主不易 或是婚姻不慎 恕欲不慎的人 你可以在庙宇三跪九刻之后 向你所真正的神明禀告 说我下半年让我有一个重新的机会 祈福转运让我的储存增加 在职业上身体小朋友一切功课都会混顺碎 所以利用今天四天色日 有缘的人可以诚心的向你真正的神明 引告参靠回来 请记得平台上身体小朋友一切功课都会决定 经历年才一切都会决定 投赛收入 看这些 noble ston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由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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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